天明 李叔 您现在年纪大了 没事的时候啊 得多吃点盖片 对关节特别好 你就说你有什么问题吧 还骗我说跟我学技术 没骗您 我这现在正不是正学着呢 行了吧 像你这么大的孩子 无非是跟家里赌气 好好沟通一下就好了 还能一直不回家 老赖在我这儿干吗呀 这李延峰 现在不让我回恩次方 谁让你回恩次方了 你回自己家不就行了吗 林叔 我在您这儿真觉得挺好的 我不是让我爸生气了吗 怎么回去啊 我现在要是回去了 我爸得弄死我 那你什么意思 你准备长期赖在我这儿了 怎么着也得再待一年吧 这 这一年的时间 他应该能小气吧 这一年哪儿够啊 你最少得三年哪 林叔啊 您不就是想让我在这儿 给您免费打工吗 真拿我当傻瓜了 你 你 你这孩子 你说话你 你得讲良心啊 你在我这儿 我 我管吃管住吧 是是是 管吃管住 对了林叔 我之前听延峰说 您在江车 以前是个工程师 老师 我父亲在五年前 从原经营者手里 买下了奥尔维斯 电力机车厂 奥尔维斯 是那个 欧洲最老牌的 电力机车厂吗 我听说他们还保留着 以前生产整齐机车的 老车间 那是你们家的呀 我父亲是个机车迷 他跟你一样 当初他也是被 奥尔维斯的历史价值 所吸引 现在看来 这真的是一个 很失策的投资 其实我父亲 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才会特别希望 跟富士集团联姻的 因为富士集团 在机车制造业 还是比我们这些万豪 要有经验多了 这样 不仅能盘活 奥尔维斯 也可以让两家集团 强强联合 当然 对于富士来说 这也不是陪本身 但是 尔维斯毕竟在国际机车制造业 还是数一数二的 其实当初在见富之前 也非常忐忑 可是 当我见到富以后 我觉得 如果能跟富先生一起生红 也一定不错 富 是个很有趣的人 那 这不是牺牲自己的幸福了吗 想了那么久 我也想明白了 一个机车厂 对我而言 也不是什么特别复杂的事情 我自己 应该能搞定的 所以 我不想再为难富先生了 这次 请您来 是真的 想要跟他 搞个别 我明白 我明白 是这样 思雨天小姐 其实你这次来找我帮忙 找对人了 我呢 有一个生意 想跟你谈一谈 想当年 李建业 王总 静哲他老爸 老谭 还有我 我们四个 都是李老爷子的得意门生啊 那时候我们号称是 江车四大天王 不光厂里的技术公关需要我们 那部里经常让我们去兄弟单位 做指导工作呢 我 霍啊 林叔 您当年这么牛呢 好汉不提当年永了 再辉煌也是过去的事了 还好 我的宝贝女儿林振一 接了我的班呐 真一 林真一是您女儿啊 你认识真一 那认识啊 那我之前 在蓝锡的时候 我们就认识了 林真一 现在是江车的技术骨盖 瞧您骄傲的 林叔啊 你是不知道 我其实一直都想自己创业 让我爸瞧瞧 他儿子不是吃干饭的 不是 你 你想创业就去创啊 你别在这儿光说不练呢 我这不是之前一直没想好干什么吗 但是刚刚听您这么一聊 我突然有个好想法 什么想法 我可以开一家 高速列车仿真技术工作室啊 高速列车仿真技术工作室 您看啊 我跟李延峰呢是大学同学 那我们都是学机车专业的 这机车技术方面 我肯定比不过李延峰 但是电脑技术 那我可比他强啊 而这仿真技术呢 主要就是在电脑上操作的 只要这个机车技术 和这个电脑技术 啪 这么一结合 玩活 那你这一个人也开不了啊 这李延峰进江车了 林叔啊 这现在这不是有名了吗 我的 我都离开江车二十年了 我现在就是个 修车的糟老头了 林叔 您可不能这么说啊 您是既不劳也不糟 这是既能修小车 那也能修机车啊 以我看啊 您至少还能再干 二十年 我真的好想 嗯 一顿 啊 您是 啊 您是 我们是 他 我们是 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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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不能以后不迟到啊 对不起啊 诸位昨天睡得都不错啊 你们的这些资料 都是今天凌晨 陆陆续续发给我的 最晚的这一份是 早晨四点 上来好了不让我睡觉是吧 但是 我都看完了 林工这份写得不错 一看就是在云莱实地考察过 对那儿的情况非常了解 而且他的所有的方案都很细致 好 这也得提出表扬啊 那么所有的这些资料里 最让我感到震惊的 是叶大新 叶大新你三天之内居然交我 这么一份报告 真让我对你刮目相看 你这个是建议少量的零件 咱们自己生成的啊 而电机由国外进口 是这个意思吧 全面实现国产化 只是我们的理想 但是要付诸于行动当中 还得一步步来 我们其实不一定要采购国际大牌 我已经做过调查了 一些欧洲的小厂生产的牵引电机 其实性价比很高 你有什么补充吗 有 我昨天跟林工商量了一下 但是事情很急 就没写到计划数里 我现在说出来 给大家探讨一下 简单一句话就是 收购奥尔维斯 收购奥尔维斯 你不是说生产研发的计划数吗 怎么突然又收购了 是啊 奥尔维斯是欧洲最老牌的 电力机车厂 虽然现在的研发技术 比不上门泽尔 菲特克斯这样的大公司 但是他们的生产线 如果稍微改造一下 他们就能生产出 符合我们的 借你电机 说我挺轻松的 买一条生产线 我们有这样的预算吗 你同意同意 接下来就是我说的最重点 是的 阿尔维斯的老板 是我最好朋友的 前卫纹妻 但是她答应给江车最优惠的价格 李延峰 注意自己身份 你只是个助理工程师 请注意自己的职业范畴 如果按照你之前 所说的那些套路的话 我们偌大一个江车 有你一个就够了 那你写了一堆空口白话的 然后打着口号说 我们一定能成功的 有什么用吗 谁空口白话 谁空口白话了 怎么着想打人是吧 我早就想打你了 怎么着 你不说了 好 你说这老李跟老叶啊 一个跟咱们在云莱 勘测立了大功 一个又是经验丰富 你说他俩刚才这么一闹 云莱项目组长到底选谁啊 可不是 两败俱伤 问题是 人家李延峰 本来就是助理工程师 这事儿 要争也是临工去争 况且他俩要是打起来 也真是够了 再说了 江车厂这么大 你们俩还担心 选不出一个组长来 我看你们俩真是 闲吃萝卜蛋糙 负责人必须服众 如果不能服众 这云莱项目怎么干 对啊 不过这话说回来了 这服众的人还有谁啊 你啊 你啊 我看行 我看行 工作去 工作去 喝啊 你啊 你nt 我想要做到 你还想出现吗 应该去 李延峰 我是跟你面子 才没有当面揭穿你 这个方案你提前跟我沟通过吗 不是还没来得及吗 你不觉得这是个非常正确的方案吗 我警告你 只此一次下不为例 你已经是个成年人了 你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还有 你下次要做什么别硬拽着我 林真一 是我把你拽上了一个非常正确的道路 我对自己负了责也对你负了责啊 你 你要知道江车是一个集体 既然你在江车工作 那你就应该守这里的规矩 是啊 可是在我看来 江车的规则就是为了江车谋发展 为了争取江车利益最大 为了这个计划书 跟风都快打起来了 林真一 我做的这些你看不到吗 难道你真的不认为 阿尔维斯市盘好奇吗 就算你再努力 就算你觉得这是一盘好奇 也不是你耍个人英雄主义的理由 林真一 你居然觉得我在耍个人英雄主义是吗 行 站住 去供买奶茶 不买 不买 你ank 不买 Click 你快快点 林真 梅嫦 出事 出事 你 你就说没看见我啊 没看见你 你这不在这儿呢吗 什么事 雷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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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个呢就是 雷叔的未婚妻 四月天小姐 您好 林先生 您好 四 四小姐 请问雷叔在吗 雷叔 我 她刚才 她现在 不太清楚 去哪儿了呀 我那个 喝 喝水 喝水 来来 谢谢雷叔 不用了 谢谢 我 谢谢雷叔 你 谢谢雷叔 你 谢谢雷叔 我 谢谢雷叔 我 谢谢雷叔 还是麻烦您转告她吧 行 放心吧 四月天小姐 我呢 会一个字不差的 带给她 请您转告她 我是喜欢她 但我也知道 巧扭的瓜不甜 她不喜欢我 是可以跟我明说的呀 没必要半路逃跑 雷叔 她这么做 特不绅士 特不男人 特伤 女人的自尊 是 其实我也这么觉得 你说我跟雷叔 认识这么多年了 我一直都觉得 她不是个男人 她不是男人 不 我的意思是 她 她特别没有男子气概 你才没有男子气概呢 你 雷叔 这 这 这怎么跑这儿来了 哎 哎 雷叔 卡住了 你卡住了 你啊 你怎么 哎呀 跑这儿地下干什么活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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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呀 哈哈 这么巧啊 走雷叔 让她们自己聊 你看你 浑身都是灰 我 我 有那么可怕吗 我 我没有再躲你 这刚刚正好 修车呢 那个 我刚刚听你说 你要走了 真的 明天就回国了 原以为 我一片诚心 你会感动的 现在看来 好像都没有什么效果 但我还是希望 你能够做出一番事业来 别让别人瞧不起 你 你这关心我事业干什么呀 这都要走了 以后也没联系了 我可不想让别人指着说 四月天看上的男人 原来什么都不是啊 好 好了 我要走了 可以抱一下吗 哦 好 好 加油 加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的意思是选个老将 对 云莱项目组 叶大欣 李延峰 是都能胜上 可是这还没出国门呢 两个人就开始起内讧 这要是到了国外 还指不定出什么乱子呢 一个没有团队精神的领导 是干不成事业的 林真一呢 真一技术上确实是很优秀 但是在管理水平上是否同样优秀 莱恩西的事情就不必说了 云莱测绘风波不断 要不是延峰棒的 很可能就败走外城了 而且项目前期勘测 项目设计 跟项目实时不同 后者难度更大 必须找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将 才压得住阵脚 将这年轻人数以万计 他们中间就找不出个合格人选吗 我是看不出有谁比王总工更可以胜着 这个云莱项目负责人还可以再等等 你不用太着急 等 等 董事长 不是我说你 您真是年纪越大越没有魄力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选择题 您倒拿不下决心 喝啥 喝啥 弟儿 回头抽空我跟他聊聊了 好吧 师傅 不是为别的 我是担心耽误工作 是是是 我先走了 别忘了啊 怎么了这事 又拿意见了 跟这个李延峰 他这俩小子算是干不上了 王总工 签字 您好 您说 总工 云莱这个项目 还是得麻烦您出来代退 我掰着手指头算来算去 除了您 我还真选不出来 比您更合适的人选了 咱们这儿就是 现在年轻的工程师这么多 从培养年轻人的角度来讲 我咧不合适 我咧不合适 可您看他们现在这样 那都闹成什么样了 云莱的订单那可不是没有实现呢 根本没有实现让我们在这儿 拖拖拉拉地选这个负责人 是是是 您不会是怕苦怕累想撩挑子吧 你这是怎么说话呢 我从大学毕业就到了咱们江车 三十年了 你去打听打听 我什么时候怕苦怕累 我什么时候撩过挑子呀 我什么时候不是迎着困难而上的 我就知道 您一定不会让我失望 不是 但是这点事 不能再耽误时间了 我们耽误的时间已经够多的了 我是说啊 这一节 好了 就这么定了 走了 你说你啊 明明知道我躲着四月天 还把他往修车铺里了 让我出了那么大仇 李延峰 我说你想的现在 是越来越不仗义了 我帮四月天 解决阿尔维斯的问题 不就是在帮你解决问题 哪有那么多废话 你少来 我还不知道你呀 不过说真的 四月天还真的不错 配你是绰绰有益 你现在反悔 我立马找他 公公公公管 你少恶心我 我还不知道你 你不就是因为惦记着 阿尔维斯的事吗 不然你能有这些好心 我怎么就不好心了 兄弟 你有你的理想我理解 那我也有我的报复啊 你看着吧 这回我一定干出一番事业的 到时候让我爸瞧瞧 看什么 你的理想不就是 回家做混质疼死活蛋吗 行 你就拿话查我吧啊 接着查 我跟你说啊 我明天就回你家出去 不行啊 不是凭什么呀 那现在四月天都不缠着我了 为什么不能回去啊 那你要是回去了 林叔那边怎么办啊 房不胜房啊 你这是要帮我卖给林叔啊 你人贩子吧你是 那 谁前两天死记败裂地 让我来找地儿呢 我说不过你 老李你说啊 这个年轻人 你不培养他 不锻炼他 将来他们怎么挑大量啊 咱们这些老头不能在江车站一辈子 是 我知道 你是这么想的 这个培养这个年轻人 咱们就算是交点学费我觉得都值 生生不息才能够发展壮大 是 这都对 但是 杨总这怎么办 不能我去做好他工作 真一 有一件事情我想拜托你 但是 不知道怎么开口 那你先说说看 什么事这么难啊 你也知道 最近李延峰和叶大新之间有问题 我本来想去找李延峰谈一谈 但是我怕他会认为 我以领导的身份去跟他谈话 说我维护叶大新 而罔顾了江车的利益 所以我想这个事情 可能 以你的身份去跟他聊 会比较合适 好吧 请康熙年间 康熙皇帝要重修太和殿 所谓太和殿 就是人们传说的金卵殿 是朝廷举行各种典礼的地方 所以当日的仪式由康熙皇帝来主持 那会儿皇宫的建筑有一个规矩 上梁要选定吉时 良物入损和皇帝行礼 必须是同一时间一点都错不得 可是就在上梁的紧要关口 突然出现了一个情况 大梁迟迟不能正常入围 要是误了吉时 那可是对朝廷对设计的大不敬 康熙皇帝脸都漆黑了 房上的工匠 现场的官员全都吓坏了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工匠挺身而出说 晚来他爬上了房顶 手起一扶 大梁咔的一声就就位了 怎么呢 是原来早就的损卯不合 大梁啊被割住了 那个是工匠 是不是就叫雷法达 那这一副子可署名了 那一副看出了相遇 两百多年的这个 样式雷 雷家是一个绵延五百多年 声名显赫的 宫殿应造家族 你说说雷家凭什么能绵延五百多年呢 雷家呀 注意培养人才 尤其注意培养族中的年轻子弟 对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绵延数百年 甚至上千年的家族 究其原因 一是驾学渊源 另外就是注重年轻人的培养 我们江车的年轻的人才不是多了而是少了 尤其缺乏具有超前思维 超强研发能力的领军者 如果老一辈总是霸着位子 不肯挪屁股 那年轻人如何脱颖而出 就算是人才慢慢地 也会变成公才 老师 你说得很对 我们 要培养年轻人 多给他们锻炼的机会 让他们尽快地成长起来 叶公 有什么事情不能在办公室里讲呢 我想让你亲眼看看吧 看什么 这些 是我们所近十五年来 电机方面的专利征书 你说说 有几个里边有我的名字 你是电机方面的专家 我记得这三年来 你每年都有审过专利 三个 数数吗 叶公 这一排上都有你的名字啊 很意外是吧 我知道大家现在怎么看我 叶公 别说这些 金周 在电机方面 我是我们所的权威 原来项目我已经在脑子里 过了所有的方案 我才慎重地提出 倩颖电机可以从国外直接采报 我明白你的意思 董事长 我道歉 我不该和延峰那么冲动 但是在工作层面上 我坚持我自己的意见 理由呢 打个比方啊 咱们买个鸡蛋 咱们不一定要把生蛋的母鸡 一块儿买下来 对吧 那要是我们自己研发呢 自主研发 董事长 我们研发一个部件 或者是一台机器 是需要进行大量的测试和实验的 我们只有掌握大量的数据以后 才知道 这些元器之间微弱的差异 而且 这些测试和实验 大多数都是以失败而告终 这次云来的订单 时间紧 任务重 如果我们现在连配件 都需要自主研发的话 咱们来得及吗 你怎么看 说过阿尔维斯这个方案 看上去很美好 但是有很多潜在的风险 现在还没有考虑到 比如说阿尔维斯当地的风土人情 当地的法律法规 以及他们的员工 跟我们之间的磨合 如果 直接从国外购买 电机 这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 成本 高额的成本 会吞噬掉我们的利润 让我们最终一无所获 对对对 成本 靖州 你觉得 云来这个项目的负责人 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我觉得 其中一点是 他未必是技术最出色的 但一定要有凝聚起大家的能力 再一个 他可能未必是资历最老的 但一定要能服众 要有威信 但我觉得最重要的一条是 他自己千万不能有私心 要有大局观 也道理 也道理 说得很对 行 那这样你忙去吧 好 董事长文件都放这儿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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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助 这套努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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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现在啊 这几个人我考虑了 都不太够这个做负责人的能力 想让我都抠的 大概情况我了解了 那等我会场讨论吧 他们几个人做实验呢 董事长要不要过去看看 算了 不打扰他们了 李延峰 把数据记录一下 专心一点 我跟你说 过不了多久 就会苟着警方的 李延峰 不行 温度过高 停止测试 停止检测 行了 停下来停止没有 我还有事 先走了 我还有事 先走了 怎么会温度过高呢 停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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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汇报更加数据快点 真一 你来啦 走一走吧 走一走 好啊 自从你进入江车之后呢 你就经常和别人发生冲突 李延峰这三个字 几乎成了麻烦的代名词 你又没有想过问题出在哪里啊 所以 所以你来来就是为了教训我的事 我不是来教训你的 我只是想要跟你聊一聊 我只是觉得 就算你的计划再完美 你的学历再高 你也不应该看不起叶大新 我没有看不起他 我只是不想浪费时间 我不否认你是个天才 可是 你在工作的时候 能不能不要像个刺猬一样 浑身带刺 工作也是要讲究方法的 处理好跟同事之间的关系 也是很重要的 是谭晋舟让你过来教育我的吧 他只是让我跟你聊一聊 他很关心你 行 那你告诉我 我的方案是不是最好的 现在还不能说是不是最好的 毕竟还要等时间的验证 行吧行吧 你们慢慢论证 别来找我聊 没什么意思 如果你真这么想的话 随你的便